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彰化县政府新闻处长林德宇先生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德宇秀目前在参选台中市演第三位台南市演吕维映先生 胡大哥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向观众朋友报告 我这个政论节目特色就是邀请县市议员 邀请县市首长跟内阁政务官来上节目 其实这是整个政论节目最缺乏的 我基本上不找这个职业的名嘴而已 有不同面向 但我非常重视基层草跟力量 刚好今天我们今天本下是在谈 私有公共化的新闻很重要的议题 但是因为发生昨天晚上11点50分的地震 因为在座三位在基层都有非常多的经验 我是不是先请各位来抒发你过去 包括各种地震 包括围观大楼事件等的一些经验 嘉宾请 是 早在1999年921 我们的积极大地震的时候 那时候在国外的苏家权县长 那时候第一时间就指令 我在评论县政府担任机校秘书 就率队到救援队 评论救援队到南投的浦里灾区 那时候是全台湾 很久很久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么一种大地震 国军也出动了 那地方政府也纷纷的响应 那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就是互相支援 所以我们看得到到后来的几次 包括两年前的0206的台南 或者是像昨天晚上的花莲地震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时间 各地方政府的特殊大队 都动员了起来 所以我是觉得 台湾是一个多地震的地带 那我们对于在这地带当中 不幸蒙难的 我们深深至上哀悼之意 那我们也对目前还在现场呢 奋勇的这些收救的特殊大地兄们呢 我们也给予他鼓励跟加油 那我们希望在天寒地冻 那社会的温暖 是在灾区的民众非常重要的安慰 地方政府一定会尽好他最大的努力 来做好安置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说呢 能够像在两年前 0206之后呢 都能陆陆续传出好的消息 三位都是担任这个县市所长的基要 所以遇到这种危机状况 我想得以兄弟也有相同经验 请分享 两年前 0206的这个大地震 本能那时候是在这个 彰化县政府新闻处服务 那其实刚刚如同委员所讲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 紧急救灾的这个机制 其实非常完备 各县市消防局的这个特收队 其实都会在第一时间 就整装出发 前往这个 依消防署 他的这个指挥调度 前往 像今天 凌晨的时候 我知道彰化县 台中市 其实都已经整装待发 从清泉缸搭军机 凌晨天一亮就已经在花莲了 所以其实呢 这一个不分 不分这个区域 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 我们现在 我们都是花莲人 这句是之前 很好 是那个总统讲的 那时候是我们大家都是台湾人 其实此时此刻 我们都是花莲人 我们诚心祈求 这些所有的这一些商者 能够早日康复 那一些尚在这一个失联中的呢 能够有这一个平安的结果 吴英雄 是我想这个 其实相当令人震惊的 在两年前的02 06的时候 在台南的小年夜 也发生了相同的地震 当时造成了 这个巨大的伤亡 那其实在这边也特别感谢 全国的乡亲 在当时候 不分彼此 大家都是台南人 让台南能够勇敢的站了起来 那我想 这个两年后的现在 我们也期待这个愿死者可以安息 伤者可以康复 那让人人都可以平安 那我们在这边其实也可以分享几点这个救灾的经验 包括像这个现在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要统一救灾的体系 那我想这个陆续的很多的救灾大队都会进来 那其实花莲县政府怎么在第一线运筹为我去统一分配这个相关的救灾资源 这是首当其冲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也要统一讯息 因为地震来临之后 会有很多这个杂乱的讯息 那要建立一个当一的窗口 来去做统一讯息的发布 然后避免造成人心的一个恐慌 那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赖清德院长经历过02-06事件 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市长 于是他竟然能够掌握国政非常重要 经过危机处理 我记得民进党刚执政之初 台东县也发生非常大的风灾 第一时间蔡总统林权院长立即到现场 我们都是台南人 我们是都是台东人 今天我同意 刚刚德宇兄论述 我们都是法连人 法连官很多属于四个族群 本外姓 包括万主民和这些新主民 这就是一个典型台湾的缩影 这时候我看到画面非常温馨 傅昆吉县长跟总统 傅县长跟院长 这时候没什么党派之分的 营造安居乐的环境 我希望这个画面 永久留在我们的心里 关键时刻 不管你是哪个党籍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理念 你应为国家安全 为人民福利 争取这个做终极考量 我希望这个画面 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正面能量 昨天我邀请三个台北事业人来谈 公托问题 幼托问题 其实问题 我们的观众朋友里面的 三五四对于是妈妈最关心 所以我今天我透过钟嘉宾先生 我们要知道国会议员怎么看这问题 还有台中台南观点 怎么看这个私幼公共化 这已经变成一个心智就要上任了 来嘉宾把这问题你了解了 先向大家做一个政治地图的描绘啊 马清 好 首先呢 目前有两个政策 一个就是已经在推动多年的 叫做非盈利幼儿园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赖院长上台之后呢 希望积极的推动 让私幼能够公共化 那再来呢 我们在更早之前 有一个大概在七八年前 一个幼托整合 就是幼稚园跟托儿所 从教育局跟社会局的管辖之下 整并为一个体制 那我要来谈呢 是从我们国会的高度来看 其实我们要先问一件事情 生育养育跟教育 到底是谁的责任 其实呢 目前从这个角度 我们宪法规定啊 教育啊 六到十二岁的学龄儿童的 国民教育是国家要负责的 那但是呢 在这之前 幼儿阶段 生育是父母生的 养育是家庭要负责养的 那么要问一下 那托育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这个责任要先讲清楚 不然的话 我们会有过度的期待 就像说 现在有很多人会认为说 哎呀 这个政府就要解决托育啦 我们国民教育要向前延伸 国民教育要向前延伸 是修宪的大事啊 我们要修改宪法 才能往前延伸啊 那但是呢 现在政府又不能无视于 很多年轻家长 对于托育的需求 所以呢我们说 生育养育跟教育 到底托育是属哪一育 我认为呢 托育应该是属于家庭的责任 那但是在现在呢 我们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其实目前呢 我们的幼儿园呢 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到底我们现在 年轻家长遇到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我们说少子话在这里 托育问题造成的年轻家长不生 可是要问的是 托育问题 这种形成问题 是因为我们城乡发展不均 城乡发展不均 已经造成了在托育 有两个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是就是什么 就是价格 都会地区的价格很高 在都会上班的年轻父母 负担不起 第二个呢 是供需 为什么 在偏乡的地方 不止没有 完全没有私幼的设置 因为私人幼儿园 它有市场 甚至连公幼都不够 那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公立幼儿园的成本很高的 你说要广设公幼啊 就像当年 我们在1968年的时候 政府虽然财政很差 可是一然决然的六年 国民医务教育变成九年 要广设很多的国中 政府也没钱了 到一生那么多钱 也是扣大 担 押跟咬紧就做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 公幼呢 它整个政府要负担的成本呢 其实政府要负担八万多 如果你是非营利幼儿园呢 同样它十万多的成本 政府只要负担四万多 如果是私立幼儿园 全部都是家长跟业者来负担 这里说明了什么事情 说明了现在我们要扩大 公幼的涵盖率 要政府全部用直营店 自己呢 去广设公立的幼儿园 实在是成本很高 那比较取其间的方式 就怎么样 把非营利幼儿园 就来 你来替建户呢 来做这个公幼 来接收这些 包括特殊需求的啦 弱势家庭的啦 或偏乡的 但是呢 非营利幼儿园 现在一个问题 它偏乡去不了 因为偏乡它也没法生存 那至于私立幼儿园呢 所有的成本 都要用家长的学会来支出 家长的负担很大 所以政府就想出了说 那我给予幼儿教育券 我让呢 你送去私幼的呢 家长呢 给你两万到几万的津贴 但是这样呢 怎么做呢 现在政府的 目前对策呢 有这些 那我想今天 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 不管你是用非营利幼儿园 来取代公幼 或者说你用私幼 透过政府补贴家长 让家长可以负担得起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才能兼顾到我们国民 尤其是年轻父母 属于家庭的责任 要去托育的孩子 这个部分 政府可以帮忙来减轻 那希望透过这个方法呢 让我们年轻人 愿意多生多养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那我先暂时说到这里 那后续呢 我想呢 旁边还有我们 包括六都跟非六都的经验 也不一样 我们知道 这个德宇兄呢 是来自于台中彰化地区 那这个都位地区 他们怎么做 那台南 我们的赖院长 他是来自于台南 那我本身是屏东 那屏东有很多的偏乡地区 很多的根本 人口不够集中的地方 那怎么去解决这问题 我觉得都值得来看 谢谢这个嘉宾兄 他的确是非常好的国会议员 我公开讲 你们记得这一两天 我透过林戴华委员 把码头山的问题 这个会计场问题提出来了 我昨天 透过这个刘建国先生 把浊水溪的洋成问题提出来了 我希望所有国会议员 拜托你们 就像这三位议员 我公开讲 刘建国 林戴华 跟今天中嘉宾先生 我每天接触不同的人等 不同的政治人物 我们需要这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提出具体的公共政策 我希望我们的选民 我们的乐听观众 就是以这个观点来要求他们 他们表现会更好 德宇兄 除了担任张化县的新闻处长以外 你目前在台中市 在参选试验 必定面对非常严峻的托育 有公托 有这个失托问题 当然我完全同意嘉宾兄的问题 托育国家介入 如果 公全力都要介入地震 这是今天的最近新闻 那么请问 托育问题 政府应该介入吗 如果这问题 请教两位来自继承的议员 德宇 我想 借用我今天这一个手牌 我特别来了这一个 这有一句话叫做 孩子就是未来 孩子就是未来 这是我借用我们张廖万间立委 他长期以来 他关心这一个我们教育议题 那我以这一个孩子就是未来 作为一个切入 那其实刚刚委员商有提到 生育养育跟教育 那其实我本身 我本身是一个 应该算新手爸爸 我的小朋友大概 三岁 目前幼幼班 所以其实呢 在这一个都会区来讲的话 双薪家庭 就是说你本身 你父母都在就业的部分 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个长辈 比如说没有这个父母 阿公阿嬷来帮忙带 你为了要这个双薪家庭 你就必须要去依赖 这个所谓我们的这个保姆 或是所谓的这个脱婴中心 那我现在呢 我先来提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中市台中市目前 目前的这个所谓的托育一条龙 托育一条龙是我们林家龙林市长 他上任之后 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一个 亲子教育 在托儿教育里面 最成功 而且这一个家长的满意度 大概有将近九成 那简单来讲 我们从零岁到六岁 我们逐年来看 零岁到两岁的这个部分 零岁到两岁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托育 托育的部分 目前在中央 每个月 每人有三千块 但是呢 在我们台中市呢 我们再加码 每人再加三千 所以说呢 简单讲 你送了零岁到两岁 你送这个保姆 或是说 送这个托育中心 你就有来自中央跟地方 合计六千块的这个补助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收费行情呢 大约啦 市区跟这个所谓的旧线区 还是有城乡差异 大概是在一万四上下 可能一万三到一万五中间 那简单讲就是说 平均每一个 这一个小朋友 我们的家长实际的付出 大概还要再将近八千块 那如果你是 这个两个孩子 你就是还要再负担 大概将近一万六 那其实这一个的 这个占我们的这个家庭收入 大概是在这个 两层上下 两层上下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负担 那另外一个部分说 除了金钱的这个收入之外 其实要找到安心 又能够信任的这个保姆 跟这个居家托婴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去 口耳相传 今天谁让谁带过 或是哪一家托婴中心 是OK的 我们才敢送进去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 台中市这个托婴一条龙 它主要的部分 它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 它在促进 刺激这个托婴就业市场的 一个成长 数据显示 这两年多来 我们在这个托婴一条龙的政策 这个引导之下 我们在这个托婴的就业市场 已经从大概五千多人 成长到大概八千多人 就是说成长了三千名的 这一个就业人口 那我刚刚讲的是在 这一个零至二岁的 这个托婴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是二至六岁 那二至六岁 现在就是双轨了 二至六岁 如果说你二至六岁 二到三岁这时候 你就已经可以进入这个幼儿园 幼儿园的这个幼幼班进去之后 一直到这个五岁 因为中央是五岁 五岁是免学费 所以说二到五的部分 台中市政府的托婴一条龙 是这个部分 每人每年补助三万元 也就是分上下学期 一学期一万五 但是如果你没有走这个教育系统 你没有送到幼儿园 你还是在这个托婴中心的话 托婴或是保姆系统的话 可以二至六岁 每月三千 但是我们现在中央的这个两千 中央的三千只有到两岁而已 所以说家长 其实负担就会更重了一点 那不过刚刚这样总体来讲 就是说要让这个年轻的爸妈 像我这样子 大概是在三十五到四十的 应该讲三十到四十 三十到四十的这个年轻爸妈 其实要让他们感生感养 其实政府在这个托育环境的这个支持 提供政策的诱因 还是说在这个金钱的补贴 我觉得对很多的新手爸妈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工具 好 非常好 中部观点 我觉得非常实际 政论节目不是秀场 不是罗马竞技场 我讲到这一点 我公开讲 我不会找那些很肤浅的政治评论 就在谈这问题 其实我每天就是抱着 把自己归零 听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 这些明代 现实场听 我获益良多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感受 第二我更加深信 政论节目提出的讨论 一定要非常务实 合乎实际的 不要打高空 昨天我邀请台北市三位市议员 谈台北的观点 台北他已经经过一分争论 打破党派的环礼 比如说有1万多 有1万3千多的补助 他有他的做法 那我要请教这个 维英雄 维英员他过去也是 台南市政府赖清德市长的基要出身 你更加了解 目前赖院长所提出的 私立幼儿园的公共化问题 就在上个礼拜 也有来自台南的 我想他的身份应该是 幼稚园的联合总会会长 他就对市政委所推出的 院长所推出的 是不一样的想法 来 把这个政策 更加清晰的理清 好吧 请 来 维英 我想在这边 跟大家来分析我们台南 我们在台南叫做私幼公立化 现在院长所推动的 就是私幼公共化 其实就是源自于台南的一个经验 其实我们在这个 过去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从100年到106年 我们的这个在公立幼儿园 像嘉宾委员刚才所提到的 其实每一位家长呢 对于这个公立幼儿园 公佑的需求 其实是很高的 其实每一次到公佑要抽签的时候 大家无所不用其籍的 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去念这个公佑 那后来呢 有一种这个方式想要取代 或补充公佑 就是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 那但是我们在这个台南 我们发现 从100年到106年的期间 我们这个公佑总共增设了54班 那总共多出了1539名的这个孩童 那非营利幼儿园增加了19班 增加508名的孩童 那这样子的增加下来呢 其实还是不抵这个家长 需求公佑的一个新生 这种新生还是相当相当的大的 那相对的呢 我们也有发行所谓的 这个教保券的一个部分 那赖清德当市长的时候 他上任之初 他就来提供 我们的两岁到五岁的小朋友 那一年是一万块的教保券 简单说就是每学期这个五千块 那直到106年 我们又把它提高到这个三万块 等于是一学期 这个一万五到 这个两学期就是一万五 两个学期就是三万块 那这个数字到两岁到五岁呢 补助三万块 其实已经是全国最高的一个数字 那于是乎呢 我们就开始思考 那除了说 我们在这个 继续提高补助的一个阶段下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小朋友多做一些什么 但其实我们要 虚衡总体的一些环境 还有家长的新生 包括私有业者的一些生存等等要件 其实我们去做 我们的台湾市的一个数据的分析 其实我们发现了 其实私有加公有 它的这个数量 其实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入园率的一个七成 那简单的说 就是如果公有新增一般 那私有势必就会减少一般 甚至有人曾经说 如果公有增加一般 可能要关掉一个幼儿园的私有的援所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刚才有提到 我们一年已经补助到三万块 已经是全国最高 怎么去有效的利用这些经费 那也能提升到这个私有业者的品质 那达到这个家长的公托的需求 其实是我们这个比较想要关心的 于是我们有规划出了一个 包括在我们在台湾市叫做私有功利化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做呢 就是要简单的说 如果来参加这个私有功利化的一个私有的业者 那每一个在参加功利化的小朋友 一年就只缴22920 两万两千九百二十块 就是我们台湾市公有的代办费的这个标准 那他一年就只缴这些费用 那他的一年的补助的上限就是根据 这个非盈利幼儿园的补助的标准 就是七万五千块 那我举个例子 那假设这个一个小朋友念私有 假设一年的注册费是三万块的话 那他的月费 因为念私有还要着收月费 那月费是五千五百块的话 那他一年需要缴六万六千块的月费 那加起来一年就是需要这个缴九万六千块的一个费用 在念私有的时候 那这个家长去念这个功利化的幼儿园 那他只要付22920的费用 那另外的呢 七万三千一百块 就由我们台湾市政府来做吸收来做负担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第一个这个家长他只要付这个22920的一个费用 就是达到功利化的一个标准 那第二个部分 业者其实他也没有少收钱 因为一部分是由家长支付 另外一部分这个是由这个市政府来做补助 那另外呢 为什么我举了这个例子 就简单的说 这表示这个业者 他的注册费加月费 得以让他的幼儿园所 来做生存 这是因为他自己定出来的一个价格 表示这个价格 是可以让这个幼儿园所 足以维持他生存 继续营运下去 那所以业者在没有少收钱的情况下 那家长又付 比较少的钱的情况下 这样子业者的这个私幼业者来参加功利化之后 他可以预期他的招生的情况应该是会比较好的 那另外呢 我们还在这个私幼功利化里面呢 去关心到一个部分 就是特别是这个教保员薪水的部分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个私立的幼儿园所 他的教保员的薪资 都一向是比较偏低的 甚至在我们台南有的甚至还会接近 比较接近最低工资 大概两万一两万二 那我们这个会要求 这个参加这个功利化的业者 他在教保员每一年 第一年来调薪 调薪的幅度是百分之十五 那第二年开始就继续调薪 每年调整三趴 一直到非盈利幼儿园的一个水准 也就是大学毕业生 这个一个月的薪水 大概是三万三万一 这个水准 那所增加的这个调薪的费用 也是由市府来做负担 那我们来这个鼓励 参加功利化的教保员 能够进行加薪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我们也会要求 这个我们的这个参加 功利化的私有业者 能够执行关于教育部 教育局所推出的一些 教保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也另外也会针对 这些参加这个功利化的 一个私有的业者 那我们有去做这个基查 不定期的基查 也要去做定期的这个考核 半年一次的这个家长满意度的一个调查 那包括他的引语啦 包括他的知识 怎么的去运用 都有去做规范 另外还订立了这个退场的机制 如果违反这个相关的法规 或这个乱收取费用 那我们可以给他处分啊 停扣啊 甚至终止跟他的合作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已经连续三讲谈这个脱衣问题了 第一讲是就找一些社团法人跟相关的幼稚园联合总会会长 台南人在座 我相信认识他啦 是 他说 如果照这个私有共同化 只有素质差的人愿意参加 素质好的私有不愿意参加 我不知道没这回事 因为我们了解有限 甚至我还看 现在还说 要你们的台南市的教育局长 为此下台 其实蛮情绪化的一个说法 等一下回来请教你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回到嘉宾 我们是第三度在两个礼拜内密集探讨脱衣问题 一 价格太高 第二 供需失调 昨天台北市议员 这个 陈兆元一言提到这个问题 第三 脱衣问题 这个根源要根本解决 是不是请嘉宾委员来继续来做论书 请 好 刚刚就成了我们中信大哥说的嘛 价格太高 供需失调 这个概念我跟大家表达过了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政府的对策 很清楚的 如果是公立幼儿园 政府要支出的 平均一个学生 一年要十二万一 如果是由菲英尼来做 政府呢 只要负担了四万五 当然这五万六 也是要政府补贴啦 那这个呢 大概还是十万出头 如果是私立幼儿园 政府都不用出钱 但是这十万出头呢 通通都要反映在家长身上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发现呢 加盟店跟直营店的思维 刚刚韦英说的就是一个加盟店 我让私幼 我给家长补贴 私幼就取代了 我公家不用去设立公立幼儿园 为什么 因为公立幼儿园是很贵 老师的成本很高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 刚刚讲的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 我们公立幼儿园 公立幼儿园 刚刚那个 这个德语说的没有错啊 家长都喜欢去啊 因为政府投入最多钱啊 你等于是上公立幼儿园啊 你等于是享受政府最多的资源嘛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哦 他基本上他的弹性比较差 有些家长哦 因为要去接小孩 你四点半你就要把小孩带走了 有时候反而公立的效率不是很好 那至于非典幼儿园呢 他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非典幼儿园都设计在都会地区 坦白说 非典幼儿园 他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 他就应该摆脱市场规模的考量 私有为什么不去偏乡 私有人口太少 家长普遍经济能力较差 那既然你非典幼儿园 你接受政府的补助 你应该到偏乡去啊 提供服务给这些弱势家长啊 弱势家庭啊 可是他会跟你说 政府补贴着这些 如果我到那个地方去 招生数不够 先倒的是我 那我们再看私有公共化 那私有公共化就是出现 我以应刚刚讲的了 政府要花很多力气去做什么 做品质的集合 还要做费率的管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政府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前车之鉴 来我们鉴网之来 这个我们中信大哥 最后从历史来看 政府过去在国家的 两个重大公共测 获得非常好的成果 第一个就是九年国教 九年国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象 九年国民教育提供的内容 是差不多的 从小一到国三 教材 课程 老师 每个人得到的东西差不多 非常适合紫云店 直接来管理 那个时候呢 没有所谓的 私立学校呢 差不多不会超过5% 我们学生上求学 从一年几年到国中 偷是念公立学校 但是全民健保的时候 在1995年开办的时候 不一样了 1995年开办的时候呢 政府的公立医院 只占全部医疗机构的 3% 97%是私立的 所以政府用什么 通通用加盟的 大家加入健保这个体系 政府呢来合给你费率 然后政府呢要做医院评鉴 然后政府呢每年要去检查医院 好 为什么教育跟医疗 一个用政府用紫营店 一个用加盟店 因为医疗的个别差异化很多 可是教育呢 不会教育每个人要得到的内容 差不多 但是托育啊 比起教育呢 它更单纯 照说很多学者认为 你既然政府要做托育 托育又是比教育来的更标准化 那为什么不普设呢 刚刚讲到了 成本太贵嘛 现在政府负担不起嘛 所以呢政府就用加盟店的方式 来吸收 肺炎力来进来 但是今天呢 我认为有两个地方要修正的 其实可以思考的 弱势家庭啊 刚刚德宇讲到了 其实目前我们的补助 大概是这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补助 目前啊全国都一致的哦 只要你是五岁到六岁的幼儿 你只要念了公立幼儿园 是免学费的 那其实家长的收费是 收杂费很低 那私立幼儿园呢 一年补助你三万块 但是不要忘了 私立幼儿园平均收费多少 十万十一万 等于你家长要出多少钱 要出八万 那换言之 出得起八万的人 才能享受到政府补贴的三万 那如果出不起八万呢 我就什么都没有啊 我要是属于弱势家庭 我连八万都出不起 我连三万的补贴都拿不到 所以有学者在批评说 现金给付的津贴啊 它是一种逆补贴 就是好人家相受得到啊 我没法赚到付八万的人 我那相受不得到 那这些人怎么办 这些人不能排除 但是这些人你照说 你应该通通纳入公佑啊 可是公佑在偏乡 很少 私幼又不设 所以呢连私幼公共化 都不能解决在偏乡 弱势家庭 他得不到脱于服务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政府一定要想出第三个方案 怎么样让偏乡的家长 尤其是弱势的家长 他可以得到一个服务 那坦白说啦 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就叫什么 我们目前有个公共托育家园 公共的这个民营的托育营中心 零到二岁的这个阶段呢 其实有些地方 我们有个什么托育津贴 阿公阿嬷你要偏孙 你也可以领这个针帖 但是你要扣保姆执照 老同学说 笑死人啊 我做阿公阿嬷的偏孙 都要去扣这条 教我就领这个针帖 为什么要给阿公阿嬷津贴 因为呢我送去给保姆带 政府有补助我 我的孩子给阿公阿嬷带 反而没有补助 这没有公平啊 为什么你骗 大家骗孙就政府没有保证 我送去给他们骗就有保证 这就没有公平 但是一旦说 好了 都有保证 政府说 你送去给公立保姆 公共保姆骗 公共保姆有执照啊 有品质保证啊 所以我有津贴啊 阿公阿嬷没有口白啊 后来欧白带的怎么办 阿公阿嬷都骗子说 阿公阿骗大家欧白带来喔 所以呢 其实不管是现金给付也好 还是说要政府介入也好 我是觉得呢 都要不可偏废 也就是说今天 我们非零幼儿园 我个人的主张是 教育部要更多加码 鼓励他也是希望 更多的非零幼儿园 去设在 没有私幼的 或公幼很少的地区 让他去为这些弱势家庭 为特殊需求的孩子 去做服务 那政府要花这个钱 那至于说 覆盖率啊 我还连这个公佑都念不到的 听不懂的 如果说我的主张 没下这个非零幼儿园呢 我都没负担 七万块八万块 你三万块要搭现金给我 我自己这些储并 隔壁阿嬷 把我盗篇啊 可不可以 其实呢 也不是不能考虑 很多学者反对现身给付 他忽略了城乡差距 因为呢 托育跟教育和医疗不同 医疗是很复杂的 教育呢 要专业的 可是托育呢 基本上 他能够满足一定的家长需求 尤其当中的啦 为什么家庭会把孩子送去那一趟 工作嘛 他的要求是说 我的孩子放在你那里 你帮我顾 不要出事 够好就好了 他不要求孩子要赢在起跑点上 赢在起跑点上是优势家长 把孩子送去什么 念地保幼儿园 哈佛幼儿园 那种的我们建户没什么负担 但是呢 如果说政府能够帮助年轻父母 说你要雇小孩 有私利的幼儿园 你给我三万块津贴 我自己送去 或者说 我的附近都没有私利的幼儿园 你给我三万块钱的津贴 那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我想了 天下的父母 没人会对大家的孩子派的啦 所以我是觉得说 现金或贷金 不能完全的忽略 尤其是在偏乡地区 完原没有服务的地方 你也是要有最办法啦 非常好 我真是受益无穷 更加坚信 我这个节目 务必不要从台北 新北 双北看问题 你看听到嘉宾委员一谈 就知道 这个问题 城乡差距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啊 昨天三个台北市 人谈台北市问题 但是我们要 必须靠今天 有来自中部 南部观点 其实我向 观众朋友报告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来宾 一定有备而来 你看 我可不是一张纸 什么意思 我们制作单位 严格要求来宾与谈者 先拿课纲 我们是有课纲 真的有课纲 他们准备非常充分 然后我们要求说 你拿一个板子 更具有说服力 而且多增加50%的说服力 为什么 我记得我们的明代 县市首长 是用对简报的心情 向我们的选民报告 这对了 这这段节目应该做的 刚刚德宇兄提到 台中一条龙 因为我昨天播放一条新闻 我今天不重播就是 朱玉仁台北 新北市长他很得意说 我们一都比五都 就是公托他是一都比五都 如果放在台中市 能不能有所比较跟评论 来 托一条龙的问题 托一条龙 其实他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这一个 在二到五的部分 他其实他已经率先了 率先其实刚刚跟 韦英兄讲的一样 他也是每人每年 上下学起各三万块 那我刚刚其实 听完嘉宾委员讲的 其实在这一个 城乡差异的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我想要再补充 一个部分是有关于这一个 一样是在中部地区 然后我隔壁 过去服务的彰化线 彰化线的财政资源 当然不比我们六都 台中市那么多 所以其实他能够来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 他要提升这一个 所谓的公教保育的 这个公共化 所以他有几个手段 第一个是 幼儿园的征班 征援 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委员所提的 非盈利幼儿园 那第三个部分是说 我了解目前彰化线政府 也有在盐利107年 学年度开始之后 也会有这一个 三到五岁的这一个 幼儿园的这一个补助 应该是 一年一万上下学期 各五千 那刚刚 听完我刚刚讲的这一个 台中跟彰化的差异之后就是说 其实彰化线 他现在能够做的 他希望是 能够提升这一个 公私比 达到中央要求的 四比六 那所以现在第一个阶段 他能够做的 因为在这一个 公立幼儿园 有这个人事的成本 然后有这一个建制的成本 所以说其实他现在 大多数都还是朝这一个 非盈利幼儿园来努力 目前两年来 增加的是新设例三元 那不过这有一个限制 有一个限制就是说 也刚刚符合回应委员讲的 目前的这一个公私比 如果我们来看数字 公私比较低的 通常会是在这一个 都会区 就是彰化县的都会区里面 譬如说是市或镇的地方 那反而我们资料一摊开来 我们在这一个 西南角海线 沿海大城 他这个公私比是 公立百分百 因为他就只有一家 委员讲的很对啊 其实你根本私利的 他不会进到这一个偏乡区 所以说我觉得 还是要在这一个 非盈利幼儿园的推荐上 当然政府有政策的引导 但是呢 我觉得不要 在这一个数字上 去做这一个竞逐 而是应该去实际上 考虑到这一个城乡差异 那比如说我讲一个城乡差异 在这一个彰化 不管是你这一个 乡镇公所所设立的这个幼儿园 他还需要企业 企业来募款 来捐赠这一个交通车 幼儿的交通车 因为其实他通常 他一家他可能只会在市中心 那可是你这个城乡的 这个范围很大 所以说需要交通车去巡回 那是可能你政府的 公部门资源有限 就是过去两年 我常常在发这种 媒合企业 来捐赠这个幼儿专车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部分呢 还是政府应该 多花点 这个心力跟这个精力 我再继续请教这个文艺议员 就是你也执行 也了解赖院长 在台南市所做的 私有公共化问题 我们最重视就是 他的实践 他的绩效问题 那么来 你来做一个自我评估 效益怎么样 请 是我想 这个他某程度上 是相当有效益的 那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 透过这个公共化的 一个收费的过程 让家长可以用 评价的方式 去安心收拖 因为为什么 这个回归到为什么 家长想要念公立的 这个第一个 有价格的需求 那第二个他会想说 这个是公立的嘛 多少会比较安心 那既然我们透过 这个私有公立化 私有公共化 那这个我们的地方政府 我们的政府有介入 去辅导 有去考核 在某个程度上 会让家长比较安心 而且用评价的价格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其实 作为一个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呢 他们其实都会发现说 其实现在在坊间 这个两岁专班的这个幼儿园 其实是相当少的 因为他的这个不同于 这个其他的这个 这个四到五岁的小朋友 他是1比15的私生比 但两岁专班是1比8的私生比 所以他在这个坊间呢 他的两岁专班 其实是比较少的 但是你透过这个私有公立化 透过政府的补助 其实可以变相的去鼓励 这个私有去设立 他的这个两岁专班 那另外刚才我们有提到 现在其实这个我有听到 有业者其实蛮担心的 就是说 那参加公立化的老师 其实因为他们有逐年加薪的期制嘛 那他会慢慢的 他的老师的薪水 会比没有参加的业者还要高 那会不会导致 说我们的一些老师呢 被公立化的业者去拉走 那其实从这个构造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样子更可以确保 我们教保人员的薪资的提高问题 那薪资提高 那让优秀好的教保员 可以留下来 甚至可以不用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保员 有的好的 其实有的会去远赴新加坡 甚至去中国去就业 因为他们薪资水准很高 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 让优秀好的教保员 可以留下来 那我们也借由 这个政府的监督考核的一个机制 让我们的这个私有呢 功力化之后 他的品质可以提高 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体效益来说 其实是相当好 唯一我上一回 当然轻易简单回来说 有些私有的业者担心到时候只有比较数值差的私有业者参加功力化 然后有些好的他就自己保持他的独立状态 他不能参加 有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了 那其实我讲这个私有的这个业者其实在以台南来说 其实坊间的价格差异相当的大 那以台南市来说他有比较低的 比方说是一年缴含月费大概是五六万块 但是高的呢高到有一年要缴二十八万 他的差异其实是相当大的 其实某个程度上他反映的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机制 那我想呢但是以品质来看喔 其实台语有一句话叫做 心生会租人喉 其实我想呢这个爸爸妈妈对于私立幼儿园满不满意 其实不单于在他的价格 有的妈妈会去比较他的CP值啊 有去他的比方说他的距离啊 或他的老师的这个经验值等等的一个程度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以价格来去论高低 那价格只是反映的是一个市场的机制 那我想在这个公立化之后呢来加入公立化的业者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一方面接受政府的补助 他可以提高他的这个营收 另外一方面政府也有机会介入来去给他辅导 其实整体来讲参加这个公立化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些业者呢 其实整体来讲素质会有所提升 好大势之所趋 因为近年9月开始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赖青人院长所在台南市所做的实验 他认为必须要全台湾普及的石油公共化问题就要上路了 他意图解决若干问题 恐怕也会制造更多其他问题 那我们就要势必有其他选项 嘉宾 是 我来讲第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好像有两种路线之争 我们以前在报道说 好像什么之前这个部长 潘部长比较主义的是非营业儿园的路线 那赖院长所提出的石油公共化是另外一条路线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路线的之争 而是路线的补充 你首先看一下非营丽幼儿园 这几年从103年10所 加倍成长一倍半 到104年25 再来50 到这来77 表面上绝对值增加的很快 可是你会发现它开始有个瓶颈了 非营丽幼儿园它不是一个万灵单 它不可能无穷的 无尽能的去取代公佑 所以未来教育部在非营丽的政策修正 它应该更强化给更多非营丽幼儿园的资源 而且更鼓励它去做这些特殊弱势 以及偏乡的服务 那另外我们看到了 其实那个私有公共化 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个缺点的 因为刚刚陈如刚刚维映所说的 家长有很多选择 我要念地保幼儿园 我要念花活幼儿园 我要付一个月好几十万钱 那是我的事情 这我不可能去应付 那我是一个经济没有那么强的年轻家长 那我就知道选择什么 选择比较阳春的 那这个政府一定要提供选择 各种可能选择性 那所以我觉得呢 另外第三条路就要考虑到 那些连自己拿政府三万块 七万块的补贴 自己再花个三五万去念私立幼儿园的家长 都付一起的家长 你这么要给他什么 所以我认为至少要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给他代金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 也根本没有私立幼儿园 公幼的名额又不够 他也挤不进去 那你怎么办 你给他代金 让他去解决 那至于念了公幼的人 你就不能领代金了 那领了代金的人 你可以去念私幼 那私幼我再给你额外的路源津贴 鼓励你呢 让孩子去接受正规机构的照顾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在职跟量都同时兼顾 所以我认为呢 未来的公立幼儿园 在目前没有办法 缓不济急 没有弹性的情况之下 我们透过非盈利来补充 是可以的 但是要有方向性 第二个 我们要思考到说 有一个问题 千万不要呢 违背了这个原则 就是说 目前啊 医疗服务是客制化的 你现在要管全民健保 你要充分的去介入监督 去管理他的费用 这条路呢 有很庞大的行政成本 这里要慎思 不要过度介入私幼 太多经营细项的管制 那你让家长去选择 只要提供家长选择 家长会透过市场的机制 把不好的私幼淘汰掉 那又能充分发挥 政府入园津贴的效果 最后第三个 对于很少数的特殊族群 我们也不能够基于政府国民 这个福利一致的结果 你也可以视着的发给代金 让这些家长呢 能够用自己 非正式官方体制的方法 来解决自己托育的需求 我觉得嘉宾委员有地方基层经验 了解这些具体而为的问题 他讲的都非常精辟 另外两位来自地方的局处所长 跟基要秘书来自担任基层的议员 能不能对这个托育问题来做结论 先请德宇请 好 谢谢胡大哥 我想私幼公共化 它是一个手段 它不是一个目标 那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是 提供一个健全完善 能够让家长能够信任方心的一个 学龄前托育及教育的体系 我举一个台中市托育一条龙 两年来的成果 它这个送托的学生数 从8400到15000倍增 这个部分是倍增的 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幼儿园 二至四岁的幼儿园 增加的学生数是大概19000名 所以其实这个会让双薪家庭 双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辅助 就是说你能够让这个 不管是爸爸或妈妈 他能够站出去 提高这个就业的意愿 那我想刚刚委员所提的 包括委应议员 还有我这边的经验 我觉得说城乡的差异是有的 你在都会区有都会区的形态 在这个譬如说彰化县或屏东 其实甚至偏远的这个乡镇 其实他们面对的很多都是隔代教养 隔代教养的部分 那政府的公权力 应该是要去提供一个支撑 一个协助 甚至必要使是不是有地区性的 这个托育资源中心来协助 这样子才能够完善这个体系 好 文英言 是我想就像嘉宾委员跟德宇兄所说的 其实一个完整的托育政策 其实要考量的是 父母的期待跟经济能力 另外最主要还要考量城乡差距 我想在这个市区的这个父母 其实可以有多一点的选择权 那但是呢在偏向地区 他可能某个程度上 他连选择权都没有 他是必须要有这个政府 去大量去着力 去努力的推动 让他们有这个 基本的一个照顾的需求 这样才可以鼓励呢 这些这个爸爸妈妈愿意去生育 不然有的为了照顾这个小朋友 那他必须要辞掉他的工作 那一来降低了这个整个的社会的竞争力 另外呢 也让这个爸爸妈妈 年轻的爸爸妈妈 他不愿意生育或害怕生育 这样子人口他的下降幅度会越来越快 好 第一次政党轮替是 公元2000年 距今18年 我有一个做个观察者 有三个感慨 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解决纷争 我是指超越政党 第二 为什么在国家利益 人民福祉不能找到共识 第三 难道不能为替下一代营造典范吗 今天清晨所发生的花莲的救灾 从昨天晚上开始 不算是一个好的典范吗 包括我们今天所谈的脱衣问题 我从来看不出有任何政党划分之必要 也就是回归我们这个政论节目 包括大家一起互相勉励 一 不管政府或媒体或民代或基层草根的 我们要替下一代营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我们理应把营造人民安居乐业 作为我们的媒体人政治人物名义代表的终极观 我觉得我今天货益良多 也以此跟三位嘉宾 跟所有的观众互相勉励 大家往前迈进 谢谢 感谢